大新竹教育 大新竹教育 位在竹北市光明東二段的 國立新竹特殊教育學校 從民國九十九年 縣府無償撥用兩公頃土地建校 讓新竹縣市聲障學生究竟入學 成為大新竹地區唯一的特教學校 你要卡片給我啊 謝謝你 謝謝你 為了要更擴大照顧到這群可愛學生的需求 邱縣長親自到校會堪 預計在學校旁的永新段484-1號 近9000平方公尺土地上 規劃無障礙多功能運動場 和四層樓高的區域級特殊教育資源中心 並且興建長140公尺的跑道 讓原校社只有60米的運動跑道 多了使用空間 使得大新竹地區的特教生 能獲得最優質的特教服務 對於我們多元各方面的教室 以及各方面運動場地 我們教育處王處長方面 已經提一個方案報給教育部 第一個有140公尺的運動場 還有一個特殊教育的資源中心 我們都有責任和義務更高的榮譽 來圓滿達成我們整個教學的環境 我想應該是創下奇蹟啦 因為我們學校的整個建設是在一天內 很快的把使照給我們 所以我們孩子才能夠在這麼好的一個環境下來活動 真的是非常感謝縣政府 把這麼好的一個地方讓我們來做一個學習 需要師資這邊可以借到 如果需要這邊設備可以借用 要場地可以把孩子帶來 所以它當然這個是非常好的事情 關心縣內生長學子就學環境 邱縣長也到校外人行道改善工程 了解施工進度 為了讓用路人享有更安全平穩的人行道 縣政府向內政部營建署 人本環境改善工程計畫 爭取到1.4億經費 在十三鄉鎮實施人行道改善工程 範圍也包括到新竹特教學校周邊 改善長度約664公尺寬4.5米 預計全線改善工程 將陸續在年底前完工 並配合環境綠美化工程 塑造無障礙人行環境空間 所謂生障者甚至老弱婦孺 在行的方面的安全 我想這一點的話非常重要 所以站在我個人立場方面的話 我非常認同這個人行道無障礙這個做法 邱縣長以實際行動 擴大照顧特教學生 更積極提升線內道路路平計畫 和人行道改善工程 打造無障礙空間 全方位幸福城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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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